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对我们整个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事情 不是去今年年初的大雪灾 也不是地震 可能也不是奥运会 也不是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纪念 很有可能是这一场习间全球的金融危机 它对我们整个人类的财富创造方式 经济活动的方式 甚至对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以及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的格局 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我们这一次讲座 我们希望能够全方位的 而且能够比较简洁的 跟大家阐述一下 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 它将对我们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它的根源是什么 它究竟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人类有没有可能在未来 找到一个办法 彻底的摆脱金融危机 尤其是我们要讲到 经历过改革开放三十年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的中国 面对这一次罕见的金融危机 我们能不能找出非常妥善的对策 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内 重新创造更大的辉煌 那么我们的整个演讲 将分为六个部分 首先我们讲第一部分 财富的大毁灭 全球金融危机 给人类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这一部分里面 我们将从五个方面 跟大家简要地阐述一下 此次金融喊笑 全球金融危机 给人类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这五个部分包括 第一个是金融危机的支借损失 第二个是金融危机的间接损失 第三个是金融危机 所造成的全球的信心的丧失 第四个部分 我们要讲金融危机 给全社会 几乎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国家 它所造成的社会的 安定方面的隐患 最后 我们要讲金融危机 给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灵 所造成的创伤 可能很多朋友都在问 全球金融危机 究竟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坦率地说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很难用一个完全明确的指标 来衡量金融危机的直接损失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朋友 到今天为止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 全球的股票市场的财富 大约蒸发了 接近四十万亿美元 四十万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四十万亿美元 大约等于整个人类 一年所创造的GDP的 百分之七十 美国 经美国这一个国家 股票财富的蒸发 接近十万亿美元 那么十万亿美元 也越等于美国GDP的 百分之六十 纵观全球 整个股市财阀 国家增幅的幅度 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 排名第二的就是我们中国 排名第三的是巴西 这三个国家 股票财富的蒸发幅度 都超过百分之六十五 有的甚至高达 百分之七十五 房地产财富的蒸发 也是非常惨烈的 根据统计 美国从金融危机 2007年8月爆发以来 美国房地产财富的蒸发 到目前为止 已经蒸发达到了 5.5万亿美元 那么中国房地产财富的 蒸发的速度 也是非常快的 到目前为止 全国的平均的房价 已经下降了超过四分之一 那么下降四分之一 这个跟很多的家庭 跟很多的企业 包括我们的一些银行 都造成了非常大的 直接的损失 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房价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到目前为止 已经下降 平均下降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七 差不多六万亿美元的 房地产的损失 被蒸发掉